大家好,我是Steven, 中国大叔行走在越南。 今天呢,我来到了哈丘的公司, 然后呢,先带他去检查身体。 因为昨天回来的时候, 他说,感觉很不舒服。 这个,幼夜下起了两个肿包。 今天特别疼,早晨的时候, 我说中午下班了,请假。 现在我们带他去检查一下。 在越南呢,其实生活呢,还可以啊。 就是这个看病实在太吓人了。 还好呢,他呢,在公司给的有这个医疗保险。 然后呢,每个月扣50万越南顿。 大概的话是可以报销80%。 好了,现在我们取车,去医院。 哇,这个地下停车库真的很大。 RQ的公司是做这个不动产。 然后公司里边有六七百人。 刚成立四年的小公司。 哇,很厉害。 三年吧,刚成立三年。 现在就有六七百人了。 这个地下停车场。 OK,现在出发。 现在到医院了。 来跟他一起去做一下检查。 看一下什么原因。 看这个医院人挺多。 看这里这部车和大陆的一样。 和大陆的一样。 看这里,感觉。 感觉。 还很厉害。 这排队就可以了。 不用拿那个号码。 还挺方便。 有风扇。 还有空调。 有风扇。 等的人很多。 但是很凉快。 现在去付钱。 。 哇,这病人太多了。 像这样的老板堂,感觉有好几层。 。 这边也是。 都是排队等拍那个超音波的。 哇,这边一个一个的这个集装箱。 原来是拍X光的地方。 我还以为是John Ford。 看到这边好多排队的人。 然后上来看看才了解明白。 上面写的上面写的拍照。 照X光。 现在一个阿姨拍完了。 然后叫另外一个人进去。 哇,这原来一个个集装箱全都是拍照的。 。 现在我们看完了。 啊。 医生怎么说啊,阿秋。 你说医生什么,说医生都找闲。 医生怎么说啊。 嗯。 我不知道什么可能便利给你了。 走吧,我们先去买药去走吧。 嗯。 中午一点半过来。 哎。 排队等等等。 排队呃,交钱,排队拍照。 每个地方都排队。 现在三点半了。 两个小时才看完。 现在买点药就可以回去了。 在越南也是,一定是有医生开的这个处方。 才可以拿药。 没有处方的话,在外边也买不到药的。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医院的名字。 阿秋说这个医院很有名。 奔辩代号E. 河内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。 外表建设的挺华丽。 里边的各个科室呢也都有分调。 但是这个PiX光的地方就有点, 寒蝉了。 那还是在外面的铁皮箱里边。 但是里边应该肯定是有空调的。 据说这是越南首都河内的少数几个比较有名的医院之一。 我们打算回去了。 米尿村外了是不吃饭的个? 不頤水虾据说不 71 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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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руб 00 00 0000 我們今日は在ola里也要消购或者是 Hanchae 18 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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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。 正在他我们在暢年 vitalbij maneira。 我们可以说出给唐 range的定游 precisely 8 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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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th 20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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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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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1 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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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厂 bき reinforce他要收将enta puts auf den以僱 08 0?". 可以了 28万的话大概不到100人民币 所以很便宜 可以报销吗 以前我们去哈哈的年龄放不见了 可以报销吗 可以报销吗 报销了 你老哥可以插电呗 插电呗 没有保险呢 没有 没有啊 哦 400块台币还可以了 就是这个拿药太慢了 我们从排队 然后付钱 到等着拿药 现在半个多小时了还在等 市里边的人效率太低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反正好久了 这个药房 到现在我们等半个小时了 还没有领到 河内医科大学 新楼正在建设 这边是河内医科大学的老楼 感觉这里边还挺大的 这里还有实习生的 这里还有实习生的 来医科大学的人 感觉都蛮有钱的 这边停的全部都是汽车 应该是工作人员的多些 哇 这里有b楼 b楼 哇 这个河内医科大学建的 还是挺不错的 不属医院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个在越南首都河内算是 还在前几位的 比较有名气的医院 也是越南老百姓 比较信得过的医院 好了 我们现在取好药了 好了 我们现在取好药了 好了 我们现在取好药了 回去了朋友们 本次影片给大家看到这 拜拜 拜拜